如果說安迪卡 和放課後的極速 嘗試描寫了偶像正式出道之後工作初出忙碌的面貌 那Illumination Sars的篇幅 則述縮地從練習生推變成偶像的過程 估計下來真奶 燈汁和尋出現的場景 幾乎都圍繞於283事務所的訓練室 又或者應該更明確地說 肢體訓練專用的練習室 雖然只出現在官方推特的文章附圖裡面 有過他自己在歌唱訓練室指導真奶的模樣 動畫則是在第三集的時候展示了一部分的區域 我們分別在第一集的片尾 第三集的片段 看到訓練室裡的白板上分別寫有Wing的相關計劃和討論 以及Illuminate直至出道演唱會接下來的行程安排 主要包含練習進度 也能發現他們有去參觀安迪卡現場公演的安排 日期間接演唱會當天的行程被循著身體擋住了 不過第五集倒是有大略的演出來 試聽出道取的demo 穿著偶像的服裝去拍照 還有一幕以俯瞰的角度照樣出三人坐在同一側 而對面坐著一名應該是女性 桌上擺放熱影、錄音筆跟翻開空白頁面的書本 這很可能是在採訪 為了取材關於宣傳出道的內容 連打版原作中有一位名叫散村良子的女記者 不僅在育城模式中有機會出來幫助玩家 也曾在劇情中擔任戲份重要的配角 不知道訪問Unumine的人是不是他 另外這樣呈現的畫面角度 也很難不讓人聯想到 《厚世紀伊朗の詩羅里》這張卡的美術圖 除此活動、劇情 屬於故事時間線中後期的劇情 儘管演唱會並非偶像專有的表演方式 但是Unumine出道演唱會上 倒是能找到不少標誌性或有相當辨識度的特徵 首先是擺在了入口出的立牌看板 除了寫著團體的logo和出道歌曲的名稱 三人合照的模樣是原封不動採用了Unumine的第一張專輯封面 他們所穿的服裝也依照各自的傾向顏色去做花樣變化 此外當三人在舞台上歌舞的時候 底下的觀眾手持亮著大多為黃色的發光棒 並且似乎跟隨旋律在揮舞 那是俗稱的打扣棒 市面上你用應援棒去搜尋的話 大多能找到螢光和墊子的版本 乍看之下Unumine的場次 應援棒的顏色看過去幾乎是一片黃 其實仔細看會發現有人會的是藍色和粉紅色 從珍奶、燈汁和馴的衣服顏色去想 應該不難理解揮舞的人 特別想支持誰的意思 比較可惜的是因為Unumine的團體色 和馴的代表色都屬於黃色系 以至於看上去不太能區分出來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彩蛋 和馴有出現的某一幕有關 急急的播出下來雖然聖經這首車站的周遭已經給了很多畫面 但是站內的模樣還是第一次呈現出來 聖經英之秋車站隸屬東京的金王縣 從新宿出發 一路會經過上北轍 調步 最遠至金王八王子 值得一提的是這條路上有一站叫做獨麥樂園站 顧名思義可以快速抵達獨麥樂園這間遊樂園 最近也有跟想要色彩合作 園內不僅有大地遊戲的活動 也有推出限定的合作商品 以及熟悉的偶像們將以看板、旗幟和布景的方式現身 相比其他三個團體是完全編寫新的遭遇 雲尾內從開始組隊到燈臺演出 可說是相當重現了Enza版原作的第一個活動劇情 Light Out of the Illumination的重點情節 珍乃對熟悉舞蹈動作並不擅長 看在眼裡的燈知識者給出建議 卻因為鄉主下來這支歌唱和舞蹈不如兩人 產生的焦慮已經到了對於自己用字遣詞的鑽牛腳尖 也就是急著對珍乃指出錯誤 事後意識到自己用了比較嚴肅的口吻和話語 擔心破壞了雲律內的相處氣氛 進一步陷入因為刺責又更加焦慮的惡性循環 所限有循的事實介入 一方面總是在珍乃跟燈知的來往出現尷尬時 設法將氣氛緩和過來 陪伴珍乃加強練習不僅是給予實質上的幫助 無非也是支撐了珍乃 能夠在燈知面前表白會努力追上他們的心意 與此同時讓燈知意識到珍乃沒有因為自己說的話而抗拒訓練 透過表達不安和對兩人的認同 去坦誠以對他誤解珍乃和尋的心態 害怕無法順利出道的心情 隱律內之間因為互相不理解發生了尷尬終於冰事 動畫版演藝這段經過的時候 加上了一點補順用的描寫 譬如被珍乃看見休息時間依然打算多練習一下 因為對燈知來說這是為了補強自認不足的部分 所以被稱讚之後沒有感到高興 反倒對珍乃提到非常努力一詞過於敏感 甚至開始懷疑對方想當偶像的認真與否 那種看似平淡冷靜 一旦觸及心弦就會糾結而難以收拾的情緒 其實可以從燈知隨著極速逐漸展露的表情變化感受得到 迎接珍乃的加入 比起為了團隊終於能正式出發感到高興 燈知自覺距離想要成為的偶像還很遙遠 因此比起珍乃和尋透露喜悅和期待 他則顯得嚴正以待接下來才正要開始的練習生課程 竹間和兩人熟悉之後慢慢認識彼此 卻在認知不如預期的訓練和人際來往之中 原本一絲不苟的表情變得明顯動搖 最終在意識到沒有被珍乃和尋排斥之後 累積的不安與焦躁這才一醒而泄 可能是分別被擺放在不同的級數 造成第五集要收尾的時候 觀眾的情緒會不好凝聚起來 不過脈絡確實是有鋪陳好的 烏雲 我希望能夠成為了 日和你一直都在努力 那是… 那是一件事嗎 是櫻木是不一樣嗎 我不是… 我不是在舞蹈的舞蹈 我不是在歌上是櫻木屬的 明白了 對不起… 彩莉莉… 要在一起,要在一起,要在一起,要努力 等一等 诶? 桜木不是在一起,不是 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方 不能说一人,但是 但是 我会不上謝 有很多事情 我一直說不太好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也有誤解的事情 我會弄出 我會弄到你 也會煩惱我 我會不斷練習 我會不會弄到我 我以為會不會讓他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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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他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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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人際關係從來不是單方面的 珍乃和尋的確沒有經歷 像燈汁那樣的嚴重低潮 但是自從加入283書所之後 慢慢做出了改變 同樣是藉由注視其他兩人 作為契機的 多次在武道方面意識到自己跟不上 依然在練習和挫折之間慢慢熟練 珍乃之所以沒有像 第一次面對閃耀P的時候退縮 正如同他曾暗自描述 燈汁的厲害之處那樣 除了出於想要變得能夠和 兩人並駕齊去的良性動力 燈汁和尋在各種意義上 無非也陪伴了原本孤單一人的珍乃 一起去面對不擅長的事 尋相比之下 沒什麼談論自己或明顯的情緒變化 然而在那個曾經珍乃只能一個人前去 如今卻坐滿而擁擠的公園座椅上 尋有感而發手也站了起來 侃侃而談這個起初 純粹因為被朋友拜託而展開的偶像生涯 如今因為珍乃和登汁給予的反饋 開始存在出於他個人立場的在乎 從練武士到出道演唱會 也從練習生畢業成真正的偶像 更是從名義上的合作夥伴 變成在乎彼此的好朋友 Illumination Stars和每個偶像團體一樣 都因為獲得這個身份往變好的路上前進 最後的篇幅 我想來聊聊這一集標題採用的名詞 也就是Formation這個字 中文翻譯成對形當然沒問題 只是他們在偶像的場合 還代表著上台表演的時候 要以什麼樣的站位和知識去面對觀眾 想被別人怎麼樣看見 出道演唱會像真的和粉絲隆重的初次見面 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留下的第一印象 閃耀P沒有足夠的時間 跟Illumination討論或安排好 即便登台前似乎有準備好備案 嚴格說起來仍是個不小的缺失 當時的Illumination得知後 一時間的確沒辦法和閃耀P表達清楚 上台之後想要怎麼站位和擺出什麼手勢 但就獨同開眼前的最後一刻 主動向閃耀P提出他們願意試試看 以三人排出三角形的陣型 一同往中心伸出右手讓他慢慢高舉 接著登之羽群站在的珍奶左右 一個各自都能待在珍奶旁邊的位置 正是他們正式出道以前 一起練習的站位 也許在有些人眼中 Illumination的起點不夠激情 可能也不像他們所謂印象中熟悉的樣子 或許也存在更好的詮釋方式 然而在第五集收術並表現出角色之間的情誼 絕對是語言作最契合 不加修飾卻也對於原汁原味的呈現 初始四團的第一步已經全部走完 接下來要進入的章節 將會逐漸圍繞整個2835所 我是SKIM 感謝你看到最後 讓他第五集或是Illuminate在動畫裡的事 那就下支影片見囉